关注种多主,啥菜你都会煮 麻婆豆腐要是觉得口味比较重的话 那快来试一下这款非常下饭的幼末豆腐 把它拌在米饭里真的是超级的下饭 首先我们准备一块市场上五毛钱买回来的大豆腐 这道菜我们要选用这种水豆腐比较嫩一点的 然后把豆腐改刀切成小块 切的尽量小一点 这样的话在我们后续的烧制中更加的容易入味 因为一块不够吃我们再准备一块 同样的把它切成小块 切好之后先给它装起来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小块的五花柚 做这个幼末豆腐的话五花柚不用太多的 一点点就够了 我们取大概一半吧 把它的皮去掉 把皮去掉 然后把它改刀切成薄片 待会儿的话再给它剁碎 切薄一点 接下来我们用菜刀把它剁成肉末 将剁好的肉末放进碗中 下面准备一点料头 挤个大蒜把它拍一下 然后再将它剁成蒜末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点葱花 把葱白还有葱尾给它分开装 把葱白和蒜蓉放在一起 再切一点小葱花 这个是做好之后撒上去的 装起来备用 首先我们起锅烧水 然后把切好的豆腐把它放下来 给它焯一下水 这个时候加适量的金盐 还有老抽 增加它的底味 焯水的目的是为了去除豆腐的一个豆腥味 等到水开之后继续的焯水 一分半钟 然后给它捞出来 接下来我们重新起锅 热锅凉油 然后把做好的肉末给它放进来 大家看一下 经过热锅凉油之后 再去煸炒肉末 它是一点都不会粘锅的 肉末下锅之后 把它中小火 慢慢的煸炒 煸炒出它的一个香味 这个时候把葱蒜给它放进来 继续的给它中小火去慢慢煸炒 把料头葱蒜的香味给它煸炒出来 这个时候我们下一点蚝油进去 继续的给它煸炒 把蚝油的酱香味给它煸炒出来 这时候沿着锅边烹入适量的米纸 煮在非发的时候时 能很好的去除 猪肉的一个芯蒜味 接下来加适量的汤水进来 没有的话清水就可以了 下一步我们开始调味 加适量的松抽 再来一点点的老抽调色 以上的酱料都有一定的盐分 所以这时候加一点点的盐进来 然后再来一点白糖提鲜 胡椒粉和胡椒粉小许 这个时候把超过水的豆腐给它放进来 开中火给它烧至约4分钟 我们在烧至的过程中用勺子的备注给它轻轻的推动 这样的话就不会造成豆腐一片根 豆腐中火烧至约4分钟后 我们开始勾第一道芡 第一道芡的目的是为了让它先初步的锁住水分 接下来开始勾第二道芡 同样的芡汁下锅之后迅速的用勺子给它轻轻的推开 以免打结 第二道芡的目的是为了让酱汁可以完全的包裹住豆腐 出锅前我们来上些许的尾油 继续的给它翻炒均匀 大家看一下这个豆腐有没有非常的有食欲 这样的话拌起饭来真的是超级棒 最后给它出锅装盘尝菜 要是家里有条件的话可以再来点小葱花给它 就这样这款非常下饭的幼墨烧豆腐就制作完成了 这成本只要几块钱既简单又好吃 做法也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一道家常菜 感觉有食欲的大哥大姐能否给予小红心支持一下呢 真心的感谢您了 和我一样喜欢美食的可以关注一下 不然下次就找不到我了 这样的豆腐拌起饭来真的是超级的香 好了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可以双击评论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